老闆问我 这肉怎么卖 他可不是 菜市场小摊小饭 或是上市公司的大佬啊 他说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新鲜 我说 这三块肉哪块最新鲜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块说 不卖隔夜肉 那你知道了 当天的新鲜 这块呢 怎么说 土猪 哦土猪 土猪香 这块还说 它是钱的吗 有品牌的 值得信赖 这一块 一号土猪 伟大高财生的故事 原来是高财生卖猪肉 有故事 那我们怎么能叫二号相助 招大娘了吧 我们怎么做的 两个关键的动作 一 想起个好的名字 一个好名字成功了一半 开门仙 主打仙 开门七件事 我们说柴米油盐 酱醋肉 鲜得有说法 第二步 找到一句 能炸天的口号 谁买肉 中老年的妈妈 他们关心啥 肯定是家人 国家这么大的事 我哪管得着 小家 我负责 家人的三餐四季 家人的健康 家人的生活 那才是我稀罕的 其实我们的挑战 就不是如何卖新鲜 是如何让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妈妈 你看这才是消费者的洞察 他们都在卖产品 我们在卖消费者 因此我们就创作了自己口号 妈妈的心头楼 当然 苏教一个品牌 警告这两招当然不行 屏幕前的朋友 想看我完整的报告 你可以留言给我 最后 老赵只想说一句话 好口号 领一万句